可是不是一个模样啊 哎呦 那么美妙 注意看这个被两个女人争来争去的男人叫做狗蛋 你知道为什么两个美女都对狗蛋青睐有加吗 你是否也想成为像狗蛋一样的男人呢 欢迎来到小哈聊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 是韩国有着赌神之称的高分加作老千 大家觉得这部韩国版的赌神好看 还是发歌的赌神好看 不妨把你的见解打到评论区我们来探讨下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给小哈来个赞和关注 好了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说电影 此时正被两个美女争来争去的狗蛋 就在不久前 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穷人打工仔 能够让狗蛋有所改变的还要从一次排局说起 那天下班后的狗蛋 无意间发现几个人正在打牌 看见桌面上大把的马内 狗蛋终于经不住诱惑加了当中 可结果确实让狗蛋输光了他三年的老婆 不甘心的狗蛋回家后 拿了姐姐的钱想翻本 可结果就是不到半个小时 就把钱又一次输光 当书记眼的狗蛋动起手来时才发现 原来几个人是一伙的 目的就是出老千载狗蛋这只肥羊 无脸回家的狗蛋自自开始出各大赌场寻找几人报仇 由于甚无分文 这天狗蛋想打劫一家赌场 在双方争执时 狗蛋被一群大汉没了钱 眼看就要经历一番毒打的狗蛋 被一个长有胡子的老头所救 老头绰号胡子哥 是远见闻名的一个厉害毒手 当狗蛋得知胡子哥的背景后 一心想拜他为师 而胡子哥却不愿收他为徒 为了将在姐姐那里拿的钱赢回来 狗蛋对胡子哥展开了死缠烂打 被逼无奈的胡子哥 只能随意指着路边的一个男人说 如果你能将这个男人打败 我就考虑收你为徒 移下来了精神的狗蛋 直接就向男人走去 结果却是男人毫不留情地修理了狗蛋一顿 本来胡子哥以为狗蛋会放弃 随着狗蛋几次地挑战男人 最后在肚子上藏了一块铁板 终于随着砰的一声 男人倒了下去 胡子哥看见狗蛋有如此强烈的获胜语 也就顺手收下了狗蛋 自此狗蛋开始了他的签署学习 就当狗蛋要出土的时候 胡子哥告诉狗蛋韩国有三个非常厉害的老亲 一个是脸上有刀疤的男人 绰号刀疤哥 另一个是因为与刀疤哥赌博 而输掉一只耳朵的男人 大家都叫他一只啊 最后一个就是胡子哥 狗蛋师父胡子哥有个规矩 那就是从来赢钱只拿走一本 并告诉狗蛋 人不能被贪婪的欲望所掌控 而且问狗蛋什么时候会收手退出江湖 狗蛋随意地达到 等把叔姐姐的钱五倍赢回来就退出江湖 胡子哥带着狗蛋认识了他弟 第一个女人大梅 大梅是一个做局的行家 这次见面只是想合伙签一个将军的钱 当大梅从胡子哥嘴中得知 这次的赌局是由狗蛋出场时 故意试探了一下狗蛋 结果令大梅很满意 并且更为狗蛋俊俏的脸庞而着迷 很快两人就走到了一起 这天狗蛋和大梅约到将军一起赌钱 结果可想而知 将军很快就输光了所有的钱 最后甚至拿出了手枪 当狗蛋大梅三人出来时 胡子哥很愤怒弟就甩了大梅一巴掌 并且随手把枪丢进河里 三人不欢而散 因为胡子哥很反感大梅弟贪婪 而这时胡子哥也看出来 狗蛋自己并不能和李弟控制自己的贪欲 所以胡子哥让狗蛋自断一指 从此退出赌戒 拿着刀的狗蛋 无论如何也不敢下决心割掉手指 而突然出现的男人 顺便还嘲笑了狗蛋一笑 而真正是赌坛的刀八个 当胡子哥看见狗蛋没有割掉自己的手指时 出于对爱徒的关心 临走前他警告狗蛋 大梅弟太异太强烈了 让他小心心 很快狗蛋和大梅就利用千数过上了富豪的生活 这一天狗蛋和大梅做局千眼镜哥给儿子制定的钱 当眼镜哥前输光出门的时刻 狗蛋想起师父曾经说过的话 于心不忍下 他又把自己赢的钱给了眼镜哥 并威胁眼镜哥再来就杀了他 可下面眼镜哥就有兴冲冲的回到了堵桌上 愤怒的狗蛋刚想收拾一下眼镜哥 可随之而来的噩耗 却打断了狗蛋 原来师父被人杀害了 这样狗蛋断定这一切肯定都是刀八个干的 因为当时刀八个也上了那辆列车 狗蛋欲给师父报仇 可大梅觉得人死就死了 最后二人不欢而散 寻仇的狗蛋中途遇上了小美 很快狗蛋就被小美逼性格而吸引 然而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而另一面的大梅依然从事作剧的事业 可自从狗蛋走后 她始终找不到能够在赌树上超过狗蛋的人 于是大梅多方打听下 终于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两个女人争抢起了狗蛋 最终大梅败下阵来雨 只能幸幸离开 而狗蛋每天依然出入在各大赌场当中 她托朋友卷毛把钱还给了姐姐 而不死心的大梅 却偷偷地派人偷了狗蛋的车 因为狗蛋有个习惯 赢的钱从来都是放在车的后备乡当中 没钱的狗蛋并没有去找大梅 而是作剧从一个冤大头傻强那里迎来了马内 不甘的傻强派人在车库追杀狗蛋 最后在狗蛋身中一刀的情况下才得以偷逃 而自己的朋友卷毛却被傻强抓住 没有办法的狗蛋 只能答应傻强替他做事 可在二人坐车前往赌场的途中 狗蛋趁司机不备 就敲音了司机 失控的车子掉落了沟中 狗蛋侥幸逃脱 可傻强却当场领了河返 葬礼上刀八哥出现 原来傻强是刀八哥的大表哥 当得知这件事与狗蛋有关系后 刀八哥就通过对大美帝违逼理由 再次抓了狗蛋的朋友卷毛 并且废掉了卷毛的一只手 心愁旧恨终于迫使狗蛋出现在了堵桌上 他与刀八哥玩了几十把 狗蛋一直都在输 每次狗蛋都不跟 中途休息 刀八哥在厕所里认出了狗蛋 原来狗蛋正是当初 想要切掉自己手指的男人 他问狗蛋他师父目前在哪里 这样狗蛋显无师父的私与刀八哥无关 而知道自己师父手被砍掉的 只有自己还有就是凶手 一下子让狗蛋怀起了大美 因为他从来没跟大美说过 可大美又是怎么知道师父手被砍的呢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大美才是杀害自己师父的凶手 当狗蛋再次回到赌桌上 他只想快速地结束这个赌局 所以故意发牌出欠刀八哥抓住 刀八哥坚信狗蛋的手里有一张石 可狗蛋却借此来提高赌注 赌手里的不是石 二人赌上了各自的手 当刀八哥打开牌的那刻 发现原来是一张三 刀八哥说了 最终付出了自己的一只手 而狗蛋此刻却并没有管这些 而是逼问大美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师父 而大美只想让狗蛋再次回到自己的身边 于是干掉了阻扰他们在一起的胡子哥 最终狗蛋烧了大美所有赢来的钱 放过了大美独自一人踏上了列车 可在列车上他遇见了为傻强报仇的小弟 一番搏斗后 狗蛋挂在了列车的外面 看着属于自己的钞票从包里飞出 此刻的狗蛋终于看开 放弃了一切 也体会到了当初师父胡子哥的心态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是韩国曾指导过汉城大吉安的导演崔东勋作品 那大家觉得这部老倩与发哥的赌神 哪不更能吸引你的眼球呢 好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点赞和评论 我们下期见